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1年 香港录得百多年以来最暖的春天 亦都经历了四分三个世纪以来 两场时间相距最近的台风 这一年新冠疫情下的生活新常态持续 港区国安法就踏入实施第二年 拘捕行动陆续有离 这一年涉嫌就违反国安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 国安法 濫告无理 他们是逃谋通过一个 所谓35家令到香港瘫痪 今年初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拘捕55个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有关的人士 当中47人其后被落案起诉 掀起今年执行国安法的罪磨 我们发现到在《苹果日报》里面 是有数十篇 都是呼吁外国制裁香港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年终再拘捕《苹果日报》八个高层 公司部分资产亦都被冻结 最终宣布停刊 今年截至11月底 有接近100人 因为涉及国安法案件被检控 香港社会恢复稳定 黑暴绝职 而国安法实施以来 第一宗被定罪判刑的案件 被告判囚9年 这一年有超过50个组织宣布解散 包括政党、工会和其他公民团体 近年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急变 我们承受巨大的压力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每个结束都一定有很大的原因 是我们不能够不是这样做 我们职公盟差不多下去了 就算这些组织是自行解散了 你们所犯的罪行 是并不会一不吐笑 今年6月4日晚上的维园 是自89年以来 第一次出现空荡荡的场景 有市民就在场外 用各式各样的烛光悼念 我们是不会去交任何资料 两个几月后 警方说有理由相信 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要求多个常委交出资料 及后搜查六四纪念馆 支联会在9月下旬 决意解散 支联会的理念 现在是承传了 在每一个香港人的心里面 沙特公盟 要去抄手 等下 多钟涉及前年反修例运动的案件 和死因言训 今年有裁决 我堅信查冊无罪 新闻自由无罪 政府逐步安排公职人员宣誓 民主派有49个区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 丧失已值 全体政府雇员也必须宣誓或签署声明 表明拥护基本法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现任一年的立法会 没有了民主派 这个立法年度通过法案的数目 打破多年纪录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全国人大通过草案 减到4千多人 但是点票的时间就用了将近14个小时 非常抱歉 这次点票的时间 是远超出合理预期 十几个小时 大家看回电视 我解释了其他什么 好几小时 大佬 我们觉得也很不准 我们讲爱国者质感 绝不是要搞青衣色 是搞五光十色 今届全部议席都有竞争 十个直选地区 有报清不同政治立场的候选人 而民主派的主要政党 就没有派人参选 今届也首次 有人因为转载呼吁 投白票的讯息 而被拘捕 政府就用不同的方法 呼吁市民投票 无论鸡腿还是西多 千万不要想这么多 记住 这个礼拜日 12月19日 出来投票 请注意 承认今天坐免费 并搭档片 到投票日 长长的人龙 不是出现在投票站 而是车站 大批市民搭免费车 周围玩 去了迪士尼和迪欣湖 然后买了预约票 所以这个中数 打算看灯色 票站的情况就很不同 没有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投票 个个都不多识 全日地区投票率只得三成 创下自1991年 立法机关有直选以来的历史新低 至于功能界别投票率是三成二 选委会就有九成八 纯粹从投票率来说 是比往时低一点 但是135万的登记选民 出来投票 这个不可以说不是一场很重要的选举 还有是获得很多市民支持的选举 结果九十席之中 建制派狼括八十九席 报称非建制派的候选人 只有一个当选 一对八十九 今天我助选团跟我说的话 就一对八十九了 选举结果出路之后 特首林郑月娥即晚启程去北京述职 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原则 符合香港实际是一套好制度 今天非常高兴能轻重来到北京 因为今年也是我在任期里面最后一次的熟知 今年官场有人离开 多谢你们 有人升职 打击这些什么走私龙虾活动 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也有人卷入丑闻 局长会不会可以交代之前三月的饭局的厂程 我们已经讲了文字记录了 大家可以快去看看 战略 中文字幕志愿 的前后几天 中联办官员贫密落区 施政报告宣布发展北部都会区 加强香港和深圳 以至整个大湾区的连接 而基建先行带动都会区发展 而比我以前熟悉的香港 有点改变了 我又听到有些故事 都说去到也很凄凉 又不习惯 这一年的香港 比以往更多人选择移民 谢谢大家 再见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接近两年 今年市民仍然在疫症阴霾下生活 游马地佐敦一带年初出现社区爆发 政府首次封区检测 昨天的结果是不错的 但再次告诉我 我必须再试试 各区围封检测 全年做了最少七十次 随着第一批疫苗2月底港 抗疫政策焦点转为宣传打针 安心点 如果不打的话 试试出去觉得很危险 政府救入两种疫苗 科兴和復必泰 最初很多市民担心打针的副作用 专家就不断解说 只接获的异常事件报告 大部分和打针无关 百分之三十可能和疫苗有关联 或者我们不能排除那个关联 接种率一直不达标 三二一 商界推出大抽奖鼓励市民打针 这一年来市民无论出街吃饭 为了为了和多次吃饭去打针 我就没有结婚 探望在院舍的亲属 很开心 整年多 手术都没有拖过阴光 或者去医院探病 都要符合相应的打针 或者是检测要求 你如果不接种 会有一些后果 不是用来惩罚某些市民 而是希望透过一个整传的措施 回复生活的上态 一些雇员按政府或者雇主规定 一定要打针 或者强制定期检测 截至11月 有七成合资格接种的人士 打了最少一针 合共900多万剂疫苗 有6000多宗异常事件报告 特别组别人士 由年底起可以打第三针 疫情下 政府向市民派发每人 5000元消费券刺激时度 分开买 有时整个月都买 1000元的家庭用品 我打算用来双眼软 可不可以 手机店就因为一个应用程式 多了生意 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 就没有其他的 安心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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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APP是 帮助你追踪病毒 每个人走多一步 那就方便了可以追踪疫情 每个人都害怕自己的私隐 每个人都没办法 整班朋友进去打 难道不陪他们一起吗 截至11月 本港有3000多人 确诊新冠肺炎 大约三分一的病例是输入个案 社区感染比例大幅减少 由8月中开始 更加录得连续四个月本地个案清零 市民生活迈向正常 上次跑渣马都是两年前 即19年时跑渣马 所以很紧张 很开心可以跑渣马 全球多国放弃清零 转移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 当中有三宗牵涉基组人员 港府表明要继续外防输入 逢无移民 今天特区政府首要任务 达至内地的通关 往返内地的跨境人流 靠回港义和来港义两项计划 局部恢复 因为工作有时需要去大陆 一开始还在想说不定 等到9月份 现在4月份回到泥水 挺开心 随着年底 内地派专家来港 视察防疫措施后 港府又推出港康码 两地通关再近一步 要申请免检疫通关 需要通过港康码 申请转码去到原康码 或者澳康码 我们初步调查也相信 这是一个孤狼籍的本土恐怖襲击事件 一 Flow 今年房屋问题继续是焦点 公屋平均轮后时间再破纪录 长达5.9年 立法会通过实施劏房租金管制 政府立了例 物业是差的 要业主减租 这个是每个租客都是希望的 要业主减租金管制 这一年 有不同界别的知名人士离开了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回望2021年 令香港人最振奋的相信是东京奥运上香港建议的佳积 残奥代表队赢得两人三桶 其实在疫情期间我妈妈病了有了重病 我不是她的神奇小子 但她是我的神奇妈妈 而奥运代表队奪得六面奖牌 更加创造了香港历史 我们全部人都没有想过我们今天会拿到一块铜牌 只要有心只要不断地坚持 其实结果是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出来 可能奖牌可以再不同的颜色 但是除了我有很多失误之外 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 我是香港长大香港出生 那么多人在看我比赛 在看奥运 让大家团结起来可以凝聚到一个很强壮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很光明 何思培其后再在世界短词游泳感标赛 打破世界纪录 它很大意味着我和香港 因为是我们第一个金钱 和第一个世界纪录 其实之前一直都打得不太好 去到后面我就是想 再退也不是办法 有时候都要上前打下 就打算抢回主动 到现在都不敢想象自己 是本人都不相信 大家要坚持 不要那么容易放肥 ум 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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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办 接着马上ense沔斯 歇定上给你